Hello,大家好,我是冬哥,放飞冬哥 我现在来到了青曼火车站这边 今天我过来找人聊一下 就是关于在泰国这边开公司的事 因为跟我老婆现在商量了差不多了 就是决定还是买土地自个儿建房子 反正但是在这边你只要你想持有别墅 持有土地的话 其实也就这几个方法 要不开公司 要不就是30,30,30年的租赁 要不就是找泰国人带吃 反正就这几个方法吧 所以我们想着 现在我们是决定还是开公司 无论是自己建还是买那种小区别墅的话 反正都得先把公司开出来 对吧 所以今天过来聊一下这边相关的法律的一些事情 Hello 今天下午大概的一个情况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这些事情就开始要推进 目前的话就是要提交三个名字做选择 其实这个和国内开公司也差不多 其实一直以来在泰国这边买房 是会有很多声音的 其实也会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出来 我个人觉得吧 其实这个总结就是 一 也是需要遇到一个好的中介 良心中介 因为在这边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 泰国人卖房给泰国人 这是一种 还有种就是 泰国人卖房给中国人 这是另外一种 最后一种就是 中国人卖房给中国人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弯弯绕啊 或者一些问题啊 利益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那中介是否把实际情况 真实的情况跟你说透了 如果说透了 你都愿意 那这个就不存在骗 对吧 说明白了 如果他有隐瞒有欺骗 或者是编造一些说 泰国房价会飞涨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中台铁路要通了 反正你可以听到有叙事多个版本 对吧 那那怎么怎么着了 对吧 那那这个就真的是坑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买房的目的 对吧 你在这边买房的目的 你是为了赚钱还是自己住 赚钱其实也有分成 那一个是你想获取房屋增值的理论 就像我们中国之前 十几二十年那种房价高速增长 那有人跟你这么说 那他也是在忽悠你 对不对 还有一种就是你想做一个固定的一个投资配置 对吧 那这个其实也是未成不可的 那肯定收益率 至少比国内强 至少像比我们上海啊 什么一些大城市要强一些 对吧 你做一些固定的配置 还有一种就是你在这里常住 你就想自己住着舒服 其实像我们家其实就是什么一个情况 孩子在这边读书 我们大人在这边生活 我们就想住着舒舒服服的 因为中国也看了不少的小区 但是多多少少 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 缺那么一点点 对吧 那可能这里一块 这个房间 这一块 那他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好一些 或者这边多一个卫生间 是不是会好一点 所以后来思来想去自己建 那是不是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搞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在泰国 你买别墅 对吧 其实就是说白了 就是买土地嘛 是有风险的 那对 的确 你没有一件事情是100%的安全的 那你就是说 你是否愿意为这么一次的风险 为这些风险去买单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 呃 我的想法就是 你像那些西方人 老外 其实 比我们更早的进入泰国 他们在泰国生活了 更久的时间 他们采用的那些方法 为什么他们可以 我们就不行了 对不对 那尽可能 做好 法律上的一些规避 对吧 那剩下的那个些 那就是我自己要承担的了 当然也有人会说 你们为什么不租房 其实我们现在就租的 租的房子嘛 但是 嗯 怎么说呢 像我们现在租的这个房子 四个房间 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说 绰绰有余了 也挺大的 三百个 三百个平方吧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始终就觉得这个房子 没有家的感觉 对 就不是 自己的房子嘛 嗯 所以 一直以来 我们也没有 没往里面添点什么东西 不像有些 在这边的家庭 会不断的添置啊 什么的 我们一直是没有做任何添置 因为我们始终的感觉就是 我们至少会搬离这边 这里不属于我们 所以 这可能也就是个人感觉吧 所以我们是想有一个 真正自己的一个 属于自己的一个家 然后我可以对房间 做出一些改 改变 做出改造 我可以 比如说花园 怎么样 我可以添点什么东西 我可以改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随心所欲的去 做自己一些想做的一些改造 反正 那这些是你在租的房子里是无法实现的 好吧 反正现在就这么一 具体就那么一个情况 我们 好吧 反正现在就具体这么一个情况 一步步来吧 后面的一个进程 我会继续录视频 跟大家说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先录到这里 拜拜